量在 学会这五个翻盖测量技巧 打台球受用一生 技巧一 平行勾球 两颗球平行就取二分之一 延伸到对面窟边就是瞄准点 中干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技巧二 倾斜勾球 两颗球不平行就取白球球心位置 延伸到窟边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 作为一个点 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 这条线与窟边的焦点就是瞄准点 中干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技巧三 非带口球 从白球球心位置延伸到窟边 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 作为一个点 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 这条线与窟边的焦点就是瞄准点 中干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技巧四 普通翻带 从目标球球心位置延伸到窟边 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 作为一个点 然后向目标带口中心延伸 这条线与窟边的焦点就是瞄准点 用中干中立把目标球打到瞄准点上就可以了 技巧五 贴库翻带 测量目标球中心点与对面窟边垂直 然后同时延伸到目标带口位置 相反的这个点向目标球中心延伸 表面的点就是瞄准点 中干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下课 下课 下课